来吧,加文四世 南枪卡牌 我发现玩战机的贼喜欢在这个地方蹲了 德马西亚勇士长存 退一步 刷个四桌野再去吧 下路别打枪 之前刷了三桌野 每次要等半天 下路打枪 这南枪就会去抓了 他一般速尸的话 这会儿在打第四组打完了 去打红buff了 这边还放了个几个 第一刻起来 卡特过来接 这篮刷也好慢 我都刷完四桌野了 他还抓了一波中路 跟卡牌打了一下 假如没惩戒 等他追一下 卡牌好贱 我先给他杀了 这南枪给杀了 他把他推线 对面AD上线来抓一下吧 打AD好了 瞎到了 拿他生死了 来给我 靠钩呢 哎呦 金箍杀不了 回家来个小刀 谁敢违抗我的意志 四级卡牌 这个鱼还A小兵 我先给他 让杀奸鞋 来 来 来 捡人头啊半血秒了呀 牌都切了残血 这不有机会双杀的 这卡特甩两个技能就可以了 他跟他E肯定有在的 他只要捡匕首就能刷E 下路被一眼 以后小飞两个 不是你这么装干嘛呀 土厨在接个抬他死了 土厨有盾子 下马E速很慢 直接E速插水 他落地什么牌 他刚才是牌没给我还是给辅助了 还是他直接切下来直接没了 低法权的时候不要切蓝牌 蓝牌只是加成高而已 法权起来才能切蓝牌 法权低的时候 才是切 黄的或者红的比较好 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 我喜欢挑战 的 我呢 我们的命令 又与力侦而亡 个tier 多刺激 这个卡特游的挺积极的 差点钱 最好丢个大 然后钱够了 回家出来的大爷好得差不多了 抓一把装吧 跑了 我就差不多来了 等一下吧 辅助可以EW2开的 我们ADK去卖一下 这对面这个 下来是想知道他女毯 他确实也是女毯 这不得AD卖一下 我们杀这杀米拉EQ创两个 满天飞鱼 我们这边反开很厉害 辅助跟我的空 对面开了就得死 能反蹲的话 永远是大于主动杆克的 对面技能交了他就跑不了了 而且反蹲的话 队员不知道 所以你这个先手命中率会很高 你的技能命中率会比较高一点 机会不是很好 就不要硬捉 蹲比较好 你这么喜欢搬这个鳄鱼呢 最好少去上路 特别是在蓝色边 因为这个地形的原因 你蓝色边很难抓上 但是你很好抓下 他这边开了一个口子 过去他就死了 对面只要线一过河道 他就跑不了 你看他只要待会 再往前压一点点 他就死了 整个大来可以上了 这口子没办法的 以前这边是有一堵墙的 这堵墙现在移到这边上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比赛的紫色边下路过得很难受很容易被打爆的原因 你们要是有看比赛的话 你们就发现紫色边这个下路就很容易被打穿 就是因为太容易被抓了 被抓的话又会导导导致野区直接炸掉 野区炸掉的话导致整把游戏没了 所以比赛的话最近紫色边的胜率还蛮低的 将除奸邪 我习惯你们可以叫红色编 因为老玩家都知道以前 右边的地形就是紫色编的 只是我叫习惯了而已 我从内侧就开始玩 核心玩家了 骨灰级玩家 我刚才还以为他要抓上呢 走到一半回去就刷野了 要先分参团吗 要先分参团吗 先分现在拿来支援的作用比推塔大多了 基本上用先分抓对面他反应不过来的 他摆头就可以点他了 这样就可以挽回掉看到没有 根据他头的位置 他开的方向 我们这波又可以支援到上路去了 然后再创到塔下了 直接沙特箭宽 他能呢 他往下走了 他没往上面这口子来 记住你起始的位置就取决于他头在哪边 你附近有你身后有兵的话 他一般都是阅兵 你开兴奋的时候他创塔 所以你身后大概率的时候都都是有兵的 所以你想往回看你就等他掉头 杀那兵一巴掌你就可以点他了 要注意到那个头 有时候你们点的 明明上一秒还在前 下一秒他就往身后撞了 不是你点错了 他即使就是这样有点蠢 他起始的方向跟你鼠标点哪边是没关系的 你鼠标只能慢慢的改变他的位置 但他起始的位置是取决于他的头的位置在哪 你觉得你点失误了其实并没有啊 只是机制的问题而已 加个旗船 跑得还挺快的 对我们钻机 钻死了个剑剑 我带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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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线去 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哥杀不了你吗 谢谢宝贝 诶 这拿看这在旁边看 对面对护甲就先买冰刀 不对 我大快好了 这沙米拉挺勇的 我感觉能杀她 怎么变稳健了 对不起 感觉这个版本只要对面堆一点抗性就一定要出窗头 他一件窗头装比两件没有窗头的输入装伤害还要高 法师也是这样子 法团棒优先级比帽子高多了 他就算一个帽子给你加300法枪还是不如一根法团棒 你发窗头出了就一定能杀了 你出别的你就是杀不了 很怪的 兄弟姐妹 和我们并天作战吧 他竟然没打到半血 哦他开了个这个我说怎么没半血 只要半血一下我们才能出暴击啊 而且才能第一时间打黑暗收割 这路由给他开了一个骑士加那个什么 他的什么来着的 他W还是E有加护甲 骑士减伤W加甲 我们这个装备打脆皮就是顺秒 来个夜嫩嘛 夜嫩待会还可以防一下这卡牌了 提速一下了 我们这阵容脱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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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倒 你看我他这波没辅助我一个二他就死了 有也沒用 EQ到塔了 有輔助也沒用這部的 有眼嗎 不堪 土著第一時間都沒奧他 再騙他 不開那你就死了 對面死兩個 直接開龍 上當AD死了 再打個牌下視野 先殺了 我沒懲戒的 騙他們過來 騙他們團 把人先帶了 這時候再回去打了 還有個男槍在 我忘了他身上的臭物 在草裡面 這沒腦子的就是這樣 硬打 停到個三千血別動就行了 我都 馬上要逮到他了 這還嗝的悶悶 這種情況下 你只要打到個兩千多三千血 你停手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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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狐献邪 马上要火龙魂了 我亵渎好了 我这不要跑 我最后剑可以卖了 回家补个装备吧 怎么还差了一点钱 算了打完龙再走 火龙呢 而且还是个龙魂 他们又去送去了 等他追过来直接EQ给他做掉 一个A 二框做两个顺便 再杀这难堂 EQW减速一下 一刀做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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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弹幕发言的人越来越少 讲道理又说要珍惜弹幕你好恶心啊 傻逼啊 你别看我了求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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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去啊 这种道德板架的人 我就针对一下他 我从刚开始直播这一刻 我就不是跪着要饭的 我是站着把钱给他挣了 以前人多的时候是这样 人少的时候 我更不会去那样子委屈自己 我没必要知道吗 我叶某人就不是这种性格 从我开播的那一天开始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没有变过 不要觉得那几个对吧 这种爱搞心态的 画一些攻击性的东西的弹幕很重要 真不重要 直接可以下一把 好像还剩最后几个 最后三个 我去守这个剑机吧 你们猜吧 他没取消我就不打字了 一片W 再kill他 只要半血一下 你交易 这剑机绝对会开W 这没打过吗 你们这边刚才四打三 那我再来注意一臂之力 这怎么会这么难呢 这什么意思 这边斧 斧着我看他落到红buff里去 去他去干嘛去了 他落后了呀 这个鱼我不用我不用接他吧 先把轮给他杀了 越是优势边 越不要去冒风险 因为你是稳赢的 他烈士 他才需要去赌 你只要不赌的话 他就赌不了 因为你只要稳住 他是打不过你 你稳赢 你为什么要去让他有这个机会呢 稳超胜券知道吧 只有烈士的时候 反而要去拼 因为你烈士 你不拼 你不搏 你就没机会了 你优势没必要去搏的 因为你优势 你只要站在那边 他过来 他就是送的 零分行 刚好打了10万的伤害 军事 看情况啊 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